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幾條網友的留言 因為我發現了這幾條網友留言 正好代表了幾個群體的很典型的思維誤區 這幾個中國人群體存在著這幾個典型的思維誤區 或多或少在今後、在現在、在將來 會對中國的民主轉型起到一些阻礙的作用 所以說很想跟大家來探討一下這個問題 怎麼樣來盡量的消除這些對民主轉型的阻礙作用 第一條留言是一個叫做H3bro的網友他留下的 他是在我昨天那一期視頻底下留下的 昨天那一期視頻探討的是習近平的國之大者 到底是什麼意思?那麼我在視頻的這個一開始 我就說了,我說我犯了一個錯誤 因為在上上期視頻裡面 也是提到了這個國之大者這個詞 但是當時我疏忽了,我認為就是習近平想吊一下書包 然後手下的那些宣傳幹部就跟他一通胡吹 但是在昨天的視頻當中我就承認我說犯了一個錯誤 實際上這個國之大者這是習近平特意的強調 反覆強調的這麼一個概念 但是他沒有這個具體的跟大家解釋這個概念 到底是什麼意思,而是讓大家去猜 所以說我昨天那一期視頻就是講國之大者 習近平到底是什麼樣的意思 所以這個網友他就說知錯能改善莫大焉 他今天就是用了我自己視頻當中自我批評,自我反省的話 批評一下,批評得好 然後他說再苦讀十年才來說像 就是說我這個讀書不多 我雖然是活到老學到老 但是這個人知識總是覺得不夠 知識之海是無涯的,而人生是有限的 所以說這一句也批評的沒錯,應當再學 但是他說苦讀十年再來說像 我沒有認為我跟隨任何人說像了 只不過是跟大家一起探討而已 所以這個批評是不能接受 然後他後面的兩句就有意思了 他後面說國之大者,將相之城府 市井之圖,焉能想像 也就是說那些將相就是掌握重大權力 佔據高位的那些人 他們才能夠明白國之大者是什麼意思 那些有城府的人,他們有智慧 能夠理解這些詞彙到底是傳達什麼樣的信息 而普通的老百姓就像我這樣的他認為是 市井之圖,焉能想像 這個就很有意思了,這是中國人 很多中國老百姓他們的一種很典型的心態 他們一看見那些位高權重的人 腰杆子就直不起來,膝蓋就發軟 就不由自主地想崇拜他們 就覺得那個人他的智慧一定是比我高 他一定是比我聰明 在他們面前我就是一個笨蛋 其他的老百姓也都是笨蛋 他們一看見當權者就會陷入這種 盲目崇拜的這種精神狀態之中 這種人在中國不少 這種人自古就有現在也有不少 那這位網友H3bro他就是很典型的 他這句話就很典型的這種代表 有這種心態的一個代表 實際上中國的那些如果是熟讀歷史的話 你們就發現歷朝歷代包括現在 包括鄧小平、胡錦濤時代、毛時代 那些位高權重的人 絕大部分他絕對不會比普通人聰明一些 他們只不過是有時候是歷史上的這些因緣際會 有時候是他們運氣好 有時候是他們比別人更加的毒辣 更加的沒有底線 所以說歷代過去掌握權力的人 當然他們並不笨 但是他們不比普通人聰明多少 但是只有一點他們比普通人壞 他們比普通人狠 並不是因為他們比普通人有智慧 所以說很多中國人他們有這種崇拜權力 崇拜強者的這種心態 一看見帝王將相就覺得他們不得了 這個就是一個典型 那麼這種人他們就是專制社會的這一個基礎 因為一大批像這種漁民 所以說這個專制社會它才能夠維持長久 但是這種人一旦這個專制社會 它的根基開始動搖的時候 然後這些人就又會轉 這些人他們的精神狀態按照孔子的說法 叫做小人之德草 就是典型的小人 就是那些精神狀態 精神境界不高的人 他們的這個德行就像草一樣 草上之風必言 就是說這個風一刮他們就倒了 就是說誰風兩面倒的人 主要是看這個風往哪個方向刮 主要是看誰是當權者 誰當權他們就崇拜誰 誰當權他們就跟著誰走 誰政治影響力大他們就跟著誰走 所以說這些人他們確實是起到了維護 中共的這個統治的獨裁統治的這種作用 但是呢因為他們有這種特性 這種風吹兩面倒的這種草的這種德性 所以說大家也對他們不用過於擔心 如果碰見這種人了可以教育他們幾句 但是不用跟他們多費唇舌 因為這種人你跟他講道理他是聽不進去的 能夠最快速度讓他們改變的就是權力 就是影響力就是聲勢 所以說革命實際上就是一個造聲勢的過程 所以說孫中山說的就是要鼓動風潮 風一起來這些草就跟著就倒了 只要我們把這個反共的革命的民主的這個風潮鼓動起來了 那麼這些人很快就會變成民主陣營的一員 就會變成民主陣營的支持者 所以說對他們不用過於擔心 倒是另外一個群體的另外一種思維誤區值得擔心 再給大家分享另外一條在我昨天視頻底下的留言 這位網友叫做浪里白嫖 他的留言是這樣子,他說 這是TM什麼邏輯啊 如果習真能給人們五福,那還反啥? 他愛當皇帝當上帝都行,誰管呀? 昨天那期視頻裡面我的觀點就是說 習近平現在離登基只差一步了 如果是他按照紅範的那些帝王術的這個搞法 真正的給老百姓賞賜一些福利待遇 比如說免費的醫療、免費的養老、免費的教育 還有這個稍微均一下貧富、劫富濟貧 那麼老百姓就會去支持他 如果他做到這一步 誰都擋不住他要登基稱帝了 他要建立習家王朝了 所以我在昨天的視頻當中 就提醒中國的民主派也提醒體制內的人士 一定要關注、一定要注意習近平 不能讓他走出這一步 那麼浪里白嫖這位網友他就是說了 他說走出這一步有什麼不好的 如果能走出這一步我就支持他稱帝 這個是一個很典型的想法 我相信這位浪里白嫖這位網友他也是反共人士 因為共產黨過去習近平在過去這八年當中 做了很多對老百姓利益有傷害的事情 這位網友像很多中國人一樣 絕大多數的中國人一樣利益受到了損害 所以說他們反共 但是如果是中共真的能夠給他們一些利益 給他們一些甜頭 如果是習近平能夠做到這一點 他們就會支持習近平的獨裁統治 極端的專制統治他們就會支持 有他這種觀點的人還不止一個 昨天那個視頻底下就有四五條留言 表達了跟他類似的相似的觀點 所以說我覺得這也是一種典型的心態 是反共人士的 一部分反共人士的一個典型的心態 他們只反共,但是他們並不期待 並不希望,並不要求中國實現民主法治 反共就是因為共產黨損害了他們的利益 一旦共產黨不損害他們的利益 一旦有一個人能夠給他們一些利益 給他們一些甜頭 他們馬上就會擁戴這個人 這是一個極大的思維誤區 那麼對於有這種想法的這些人,這些反共人士 我是建議民主派的這些朋友 應當去跟他們多交流,多探討 實際上改變他們這種想法的並不困難 讓他們了解一些歷史的事實就好了 歷史上有很多很多血淋淋的教訓在這裡 就是有一些人,有些獨裁者,有一些專制勢力 他們在剛開始的時候給老百姓一點點甜頭 但是很快,他給你的這些甜頭 他們很快又給你剝奪了 比如說,咱們中國就有這樣的先例 而且離現在還不遠 就是在毛澤東49年掌握政權之後 他們搞這個土改 給很多中國的貧苦農民讓他們擁有了土地 這是給他們甜頭了 所以說這些貧苦農民就擁戴他,擁戴共產黨 就紛紛就去參軍,幫他們剿滅國民黨的殘餘勢力 他們後來又去鬥地主,又去鎮壓反革命 又去搞什麼三反五反,又去搞什麼公私合營 總之這些窮人得到了利益之後,擁護共產黨 那麼最後共產黨怎麼對他們呢? 給他們的利益又拿回去了 給農民土地,不就是又收回去了嘛 搞人民公社,土地又收回去了,農民還是一無所有 給工人說搞什麼公私合營 讓他們進入國營企業,集體企業 但是這些企業是屬於工人的嘛 不是,是屬於共產黨的官僚的 所以說他們最後什麼都沒有得到 但是當他們剛開始得到一點甜頭的時候 他們擁戴這個政權的時候,這個政權的根基就穩固了 專制的寶座就穩固了 而你一旦把他扶上了這個寶座 你想再讓他下來,那就不容易了 那你就要付出血淋淋的代價 中共就說了,我們這個江山是用兩千萬人頭才打下來的 你要想奪我的江山,也拿兩千萬人頭過來 所以說是請神容易送神難 尤其是中共這樣的瘟神,專制集權者這樣的瘟神 你要想再把他送走,那就得付出巨大的代價 而且技術難度也是相當相當的大 所以說為了一時的小力就去接受一個獨裁者 就接受一個專制政權 這是一種非常愚昧的表現 那這位網友真的不客氣了 咱們這個探討真理我就不跟你客氣了 這種想法確實是非常的愚昧 那這是中國人上毛澤東檔的一個例子 還有另外一個例子,就是德國人上希特勒的檔 希特勒在1933年上台之後 在短短的幾年時間給德國人巨大的福利 給他們經濟提升得非常快 德國本來是深陷於經濟危機的泥潭之中 但是希特勒大刀闊斧 在短短的三四年時間就讓德國的經濟突飛猛進 讓德國人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極大的提高 同時也讓德國人從沒收猶太人的資產 還有很多很多一些掠奪的方法 讓德國人得到了很多很多的甜頭 但是德國人得到的這些物質上的甜頭 最後是要付出代價的 就是他們要為希特勒去賣命 要跟希特勒綁定在一起 把自己的靈魂出賣給希特勒這個魔鬼 要跟希特勒一起去危害全世界 當然全世界也都不是吃素的 你去危害別人,別人當然要反抗 當然要來圍剿你 所以說德國最後就亡國了嘛 如果不是西方國家那些民主國家 他們按照文明的方法辦事的話 德國這個國家這個民族 如果僅僅是被蘇聯征服的話 這個民族就不會存在了,就會全部被消滅了 男人可能有大部分的要不就是發配到西伯利亞去勞改了 要不就是就地槍決了 女人都被強姦了,都成為俄國人身窄的機器了 這就是德國人的教訓 當年希特勒給了他們一點點甜頭 但是要他們付出了天大的代價 那麼現在這個習近平他如果是走到這一步 如果是給中國人甜頭 給他們免費的醫療,免費的養老,免費的教育的話 沒有任何一樣東西是免費的 到時候大家付出的代價,難以想像的承重 可能是要把中國人當年為毛澤東所付出的代價 以及德國人為希特勒所付出的代價 兩者要加起來,要有那麼大的代價 為什麼呢?因為習近平他現在有兩種傾向 第一個就是要在中國建立一個朝鮮式的 這個集權王朝的這種傾向 那麼一旦中國老百姓支持他建立了這種體制的話 中國人現在能夠有一點點的這種自由空間 包括經濟上的自由,那就會徹底的喪失 中國人都會變成奴隸,都會變成他管轄的豬 隨時都可以宰殺你,就像這個朝鮮人 現在無論你從這個第二把手這個高官 一直到普通的老百姓,金正恩一句話 一個眼神說殺你就殺你,那就是這種慘狀 而且習近平還有另外一個打算 他要把這套體制擴展到全世界 他要建立所謂的人類共同體 這個共同體是由他來掌控的 是由他來指揮的,因為他覺得東升西降 因為他覺得他的這一套搞法 最好能夠給全世界帶來和平 全世界的人都聽他的,那不就是和平了嗎? 所以說他的野心跟希特勒是一樣的 而且他覺得他現在有這個能力了 而且他覺得現在中國強大了 中國有14億人做銅槍鐵壁 中國有這個能力去實現他的 這個所謂的偉大復興的夢想 他如果是走上了希特勒的這條道路 他就會對外侵略擴張 那首先就會去打台灣 然後他可能去打周邊的那些國家 那麼無論是他打哪一個地方 他會馬上會遭到全世界的圍剿 那現在全世界都已經了解了他有這種野心和慾望 都已經做好準備,做好了圍剿他的準備了 那一旦這個戰事一開,最後吃虧的是什麼呢? 也是中國人嘛,一旦戰事一開 你就很難保證習近平他不用核武器 那麼一用核武器,別人也要用核武器來還擊 那麼最後習近平他想的就是西安以東 我都可以不要了,西安以東多少人呢? 中國一大半的人都居住在西安以東 那一大半的人就會成為習近平的殉葬品 這一大半的人就是因為當初貪圖 習近平給他們的一點點好處 最後就接受了他的這種極權專制獨裁統治 那就會把他送上皇帝的寶座 那麼最後付出的代價,那就是毀滅性的代價 所以說這些反共人士一定要教他們 一定要告訴他們歷史的教訓 那我相信這些人應當他們還是聽得懂的 這些人他們跟前一類的人 第一類的那些天生的奴才不一樣 所以說這些人他們是可以跟他們講道理 是可以講得通的 那麼盡量對這部分人,中國民主派的人士 要盡量的跟他們講道理 不僅僅要反共,而且要知道要保護自己的利益 一定要在中國建立一套民主法制 這樣子利益才能夠得到長久的保護 而不是靠哪一個清天大老爺,靠哪一個明君 那還有幾條留言是在上個星期的一期視頻底下留的 那一期視頻是我跟東方兄一起做的 東方兄在那期視頻裡面就提出一個觀點 說現在確實是有中共的高官流亡出來,叛逃出來 但是這個高官不是董經緯,而是另有其人 這個具體的觀點我就不說了 東方兄當時是提出了一些他的道理 知不支持這些道理,對我來講我覺得並不重要 只不過是有一個問題,東方兄從某一個角度提出一種觀點 也提出一些理由,這些理由大家可以認可 大家也可以不認可,但是我就發現有幾個網友 他們在底下留言說這個東方是有問題的 這個東方是在為中共說話,是大外宣的人 我不知道他們這個結論是怎麼出來的 但是我大概了解他們的這個思維方式 這種思維方式是有存在著極大的誤區的 這種思維方式就是說在某一個問題上面 如果你跟大多數人都不一樣,大多數這個反共民主派人 是不一樣,或者說你跟我的不一樣 那麼我就很容易把你判斷成為是中共的人 判斷為敵對陣營的人 也就是說根據某一個問題上面的觀點 來判斷這個人的總體的立場 以偏概全 那麼這種思維方式,存在的誤區 這個是非常非常嚴重的 說實在的,這個比崇拜達官貴人的 說他們臣服很深的、智慧很大的那個要嚴重多了 那種人將來革命一來,將來聚變一開始 那些人馬上就會成為民主陣營的一員 但是有這種思維誤區的人 這些人往往是民主派裡面的中間力量 這些人他們將來可能是民主運動的領導者、組織者 那這些人他們如果有這種思維誤區的話 那麼對未來的民主運動將會形成巨大的威脅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將來民主運動有各派別的人 有來自於各個社會階層的人 大家要一起來推動這個運動 在推動這個運動的過程當中 一起要經歷很多的事件 而在每一個事件上面不可避免的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看法 各種不同的看法都會呈現出來 那那個時候民主派必須得互相包容 大家才能夠合成一個整體,才能夠形成一個陣營 才能夠有力量去跟專制陣營去抗衡 但是如果是民主派的人很多都有這種思維方式 只要在一個具體的問題上跟我不一樣 那麼你就是反民主的,你就是親中共的 你就是我們的敵人 那麼民主派自己內部那就四分五裂了 甚至是會互相殘殺了 這個在歷史上也是有很多很多學的教訓的 那麼最明顯的一個例子就是法國大革命的例子 革命是1789年開始,等到1793年的時候 那個第一批簽署人權宣言的那些人 裡面有80%已經被過去自己的同事 被自己的戰友給幹掉了 最後法國革命,法國的民主延宕了80多年 一直到1871年才正式的確立起來 這就是學的教訓啊 那法國當初的那些革命者,那些革命家 那些自視人人,他們之所以互相殺戮 就是因為他們的思維當中 思維模式當中存在著有這麼大的一個誤區 當初的時候大家都主張君主立憲 那麼後來有一批人就覺得君主立憲不夠 所以說他們就把君主立憲派給殺掉了 那麼殺了君主立憲派之後又分成左派和右派 也就是溫和派和激進派,吉倫特派和雅各賓派 那麼這兩派意見又不一樣 又互相把對方當成是敵人來進行殘殺 所以說雅各賓派取勝了 又把吉倫特派全部給幹掉了 後來雅各賓派一派毒打之後 這個殺戮還是不能夠停下來 因為這個派系裡面還是有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觀點 大家還是相互之間要互為仇敵 要互相殺戮 所以說後來的羅伯斯匹爾和他的一些同伴 又把另外的一個激進派的雅各賓派的領導人 這個丹東 又把他的那一派全部給殺掉了 大家這麼殺來殺去 最後老百姓都厭倦了整個國家 都已經被他們搞折騰得筋疲力盡 那麼最後出來一個軍事強人拿破崙 最後到1899年的時候就正式的把這個民主體制 徹底的給推翻了 當然也不是所謂的民主體制 那就是一個暴民體制 如果是大家都是有這種心態 如果是大家一看見跟自己觀點不一樣的 馬上第一反應就是他就是我的敵人 他就是對方陣營的人 那麼將來一旦革命開始之後 一旦大家手上有一些力量之後 那麼就殺戮就開始了 互相之間的這種殺戮就開始了 那麼一旦這種殺戮開始革命 那也就失敗了,民主也就失敗了 這個不僅僅是在這一期視頻底下 有這麼多的人留言 這是我過去的這一段時間來的一個觀察 應當說在中國民主派裡面 現在可能是絕大多數人都有這種傾向 這種傾向在去年美國大選當中 這個爭論當中表現的就特別的明顯 我當時就被很多很多的人認為是在為中共說話 我就是中共的代言人士大外宣,為什麼呢? 因為我當時不同意一種民主派內流行的觀點 絕大多數民主派所支持的一種觀點 就是說川普應當採取雷霆手段 應當搞軍管戒嚴或者是支持美國保守派的民兵 用槍桿子來接管政權,這個我是反對的 因為我反對這個,所以說很多人認為我就是中共的人 因為他們認為川普是反對中共的 而我不想讓川普用這種軍事手段 反對川普用這種軍事手段,所以說我就是中共的人 那大家也可以看得出來,經過美國大選這一次的爭論 我的網友大概流失了80%左右 這個不僅僅是在我這裡,在國內的民主派當中 我找了幾個國內的朋友跟他們了解了一下 他們也說差不多就是這個比例,大概是80%到90%的比例 在當時在美國大選的時候,他們是支持川普 採取雷霆手段的,那現在留下來的這20%的網友 我相信絕大部分人是過了這一關的 但是還有一些朋友可能不自覺的還表現出這種傾向來 我希望大家一定要把這個問題想清楚 而且我希望那些已經想清楚的朋友 對那些絕大多數的中國民主派的人士 要經常跟他們探討這個問題 越多的人消除這種思維誤區 那麼中國將來民主就會越順利 所付出的代價也就會越小 所以在這裡要跟各位朋友共勉 同時也非常感謝還有20%的 現在還留在我這裡的這些朋友 大家一起來努力為推進中國的民主 一起來做一些我們力所能及的事情 好,今天就講到這裡,感謝各位的收聽收看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